这位客人呢 之前就是因为他时间比较紧 他说哎呀算了 我就是时间比较紧 他要出国 然后呢就没有去帮他上电视 他说这一次既然寄回来重新做 然后呢也麻烦您帮我上个电视 我说OK啊行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客人的度数 一支是600度的近视 400度的闪光 另外一支呢是525度的近视 425度闪光 它是一个非常高的闪光 而且这次我们看见光之后 它的闪光又有增加 调节力呢是稍微有不足 它其实是有一点点隐邪的情况 但是呢我们评测了之后 觉得不需要矫正 所以就没有给到一些矫正工具 去矫正它 就要求先生回家 做一个对眼训练就可以了 三个月做一次复查 这一副呢 Nikla这个型号 还有一个Niklas 还有一副Teeam 三副眼睛长得很像 之前我也拍过视频 这三支它的区别 这里就不再赘述 然后有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我那一个对比视频 这一次选择就是Nikla 整只眼镜呢 选择都是一个P10的颜色 就是亮色的银色 Limber的亮色的银色呢 它和日系的一些品牌 做的这种银色呢 就是那种亮层层 金光闪闪的感觉不一样 因为它是直接在 Tee表面去镀的颜色 表面会有这种颗粒感 如果你想要金光闪闪的颜色 必须要选到它的18K金 或者它的薄金版本 它的近视度数都已经有 接近600度 我们可以从上面 这个边缘来看 这只眼镜呢 它的宽高不是很高 所以它的边缘厚度 实际上是不厚的 但是在它的下边缘 就特别的厚 这就是因为它这个闪光 在这个方向上面 增加了非常多的厚度 它是一个横向的闪光 它这只选择到的是 尼康的一个防蓝光镜片 自然的镜片呢 会有一点底色 但是尼康的镜片底色 比蔡司的那个 防蓝光plus的底色 要稍微浅一些 这个可能是在材质的研磨 或者说提取的一个制作上面 说每个品牌会有些差异 这个镜片呢 本身这位先生 他选择的是一个8轴的镜片 由于之前呢 大家从我的奇皮特视频里面 知道8轴的镜片呢 它会有一些优化的参数 没有给到 所以我们也重新为这位先生 定制了8轴的参数 这一幅的参数呢 就在我们这个位置 有写477 我们会在我们的加工单上面 就把这些都注明 我们也已经和厂家 进行了友好的协商 让他们以后 必须要按照我们给的数据去做 而不是给一个默认值 希望以后厂家能越来越好吧 和我们一起能给客人 交付一个严谨的眼镜 这只眼镜呢 我还是给大家上脸试了一下 因为它的度数太高了 我几乎无法去失误 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上脸的效果 大概是这样子 最后呢 还是非常感谢孙先生 他其实呢 平时是不在深圳 离得我们也比较远 然后来来回回开车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他也说 以后我的家人也找林佩 希望你们也留意最好 非常感谢你的祝福 这里是龙叔嘉义 买高度眼镜 找龙叔 品牌齐全 简活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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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